好 氏族熱也燒到了這個運動彩券 擁發大家的熱潮下注 台灣運彩就統計 今天凌晨的德阿大戰下注彩金高達4.3億 不但刷新了單場銷售總額進入 本屆的氏族賽運動彩券 開買一個月以來24億的銷售總額 也打破了運彩開買以來的歷史記錄 氏族冠軍賽14日凌晨3點登場 德國以1比0暴走冠軍寶座 全球氏族迷嗨到最高點 這股熱潮也燒到運動彩券 根據台灣運彩統計 14日凌晨德阿大戰 單場銷售總額從原本預估的2.12億 一路上調到4.3億 不僅刷新單場銷售金額記錄 本屆氏族賽自6月開賣以來 24億的銷售總額 將近上屆氏族賽的3倍 更創下運彩開賣以來的銷售記錄 與4年前不同的是 本屆氏族賽球迷可以透過手機等行動裝置下注 不受限於地區與時間 台灣運彩認為這也是提升 本屆銷售金額的重要原因 都是在半夜比賽 所以我們提供服務24個小時 讓大家在這個月裡面24個小時都可以買得到 不管是實體店也好 或者是透過虛擬投注也好 提供比國外 從國外引進一個所謂的場中投注 就讓你邊看比賽可以邊投注 我們的獎金支出 也從以前的法定75%提高到78% 我們在賠率的一個設定上 也稍微跟這個國際盤可以有所比擬 許多球迷在13日冠軍賽前趕到投注站下注 沒想到台灣運彩緊急封盤更改賠率 長達40分鐘的時間不能下注 引發球迷一陣騷動 台灣運彩14號解釋 這是由於太多球迷都押德國會贏 調整賠率有其必要性 人家傾斜的一個情況是蠻嚴重的 就是將近有七成人都還是買德國飲 賠率有需要做一個調整 要不然到時候傾斜太多 這個我們基於一個考量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把合局跟阿根廷的賠率往上調 台灣運彩表示 德國賠率從3.20調高到3.40後 購買90分鐘比賽合局的球迷 估計可以7萬元的投注金額 報回將近24萬元的獎金 郵典TV中心王嘉宏台北報導